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3.2想必大家都体验的差不多了 除了后面的两个卡池 基本上没剩下太多东西了 我们也是时候展望一下未来了 虽然在开头部分的温馨提示 大家已经看到了 但是up我还是想再提醒一下 卡池规划只是up主 基于现有已知信息的合理推测 合理分析 那既然是推测 它就一定不会是100%正确的 错了很正常 对了只是运气好 一切合理 还是要以官方为准 目前up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还是给大家来讲一下推测思路吧 首先来看一下角色的复刻间隔 截止到3.2版本 复刻前三名分别是 胡桃、优拉、申赫 胡桃上一次up是在21年的11月2号 优拉是在11月24号 这两个角色都超过了一年多没有up 申赫是在22年的1月5号 也即将超过一年 所以从理论角度上来说 他们三个在近期的复刻概率 应该都是很大的 考虑到3.4版本海灯杰的可能性 那海灯杰我们都是知道的嘛 李悦的主场 所以还是感觉把胡桃和申赫放在3.4会比较的合理 那这样的话 3.3目前就只有优拉一个角色了 复刻榜第4名 雷神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大 因为之前网上一直不是有一个传言吗 说是进入3.0之后会迎来一波四神的连续up 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好像并不是空穴来风 3.0的中离 3.1的温迪 3.2的纳西达 前面三个全都中了 这不信也得信呀 姑且就先把它放到3.3吧 再加上雷神他儿子 雷大炮最近暴增的戏份和成功入持 更是进一步增大了雷神复刻的可能性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四星角色这边9条的复刻间隔 目前是独一等最长的 那么9条既然该出了 雷神自然也得出 那么到这里 接下来的复刻可能性就比较清晰了 还有谁能往进田呢 神里灵人 灵华 萧 叶兰 黄龙一斗 无非就是他们几个了 灵人灵华一斗 三个里面再挑一个呗 灵华的概率肯定会比较小嘛 因为当时2.6延期导致灵华的持有率暴增 估计不是灵人就是一斗了 之所以给一斗一个比较大的概率 是因为最近网上一直都在疯传嘛 这个就那个鬼都说一斗要复刻了 所以咱们还是占大多数 给一斗一个比较高的复刻概率 然后3.4剩下的一个位置 不是叶兰就是肖呗 感觉叶兰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毕竟从推出到现在还没有复刻过 而且强度在线 很多人都想要 刚好趁着过年 社畜发了年终奖 小孩领了压岁钱赚一波大的 好像也合情合理 当然了 以上推测是有两个大前提的 一是3.4得是海登捷 二是不会出现五个卡式的情况 不然有些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他应该会是海登捷吧 过年出海登捷不是老米的传统吗 但愿以上的分析推测最后可以成真 如果不对 UP主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老米是自由的 OK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对大家有用吧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抽卡规划 原始规划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如果有帮助的话 还请关注三连支持一下UP主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见 Let's back 小丽小丽 我要喝了一斤断酒 小丽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这次一定关注